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單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就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甸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今集的主持Tina 在我身邊有袁醫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Tina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之前都說過 關於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前幾年有一本很流行榜 很暢銷的書 叫做《蘋果魔鬼的經濟》 書裡提及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資訊不對稱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很吃虧 很多東西我們都不知道 加上香港有個惡法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我們有很多正確的醫療資訊工具 是說不到給大家聽的 所以現在的人 袁醫生 動一點就打針吃藥 動一點就說又要做手術 真的很危險 越整越搞到身體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很感恩 有這個電台 我們希望在《自然療法與你》的節目裡面 講多一點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世界上 有幾百種 除了對抗性醫療 還有幾百種很有效 真是科學證實了 有用有效幫到你的工具 很想透過這個空氣中 告訴大家 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現在有個互聯網 其實互聯網可以這樣說 是我們近代的一個最重要的革命 就是我們的資訊革命 是 我們很多的資料 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 我們就可以 好像一般的專家的資料 以前的專家資料 現在很容易 是用互聯網可以搜索得到的 在我們的網台也是 你知道主流的傳媒 其實都很少會講 我們現在一向講的資料給大家聽 你都看到這麼多年來 你從來沒有聽到我們所說的話 其實我所說的話 完全是傳媒有科學根據 有很多這方面的真實 確實不知道 但是始終香港的大傳媒 都是受制於廣告的收益 變成出得起廣告 通常都是那些藥廠多些 一方面 整個我們那個文化 整個社會的文化 以及我們的法律的規限 都很多時候令到一般的大傳媒 都覺得 除了西醫以外 或者中醫之外 其他醫療都是很邊緣的 他們不敢在主流裡講述 這就是一個問題 幸好我有互聯網 我有我們自己的網台 最近我們聽到 我們的網台 已經每個月的聽眾 差不多500萬 真的很好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在這裏 我們真的跟袁醫生 學多點東西 知道多點 聰明 我們的人都健康點 是不是 今天先來我們解答一個 聽眾的電郵 這位曾小姐 10月20日 來了封電郵 她很簡單 一句而已 原醫生 看看你能否幫到她 答到這些問題 她就說她有血壓低 原來她的血壓是100 即是100和50 上壓是100 下壓是50 她就問怎樣處理 即是怎樣去增加她 對 怎樣增加她 她覺得自己的血壓低 大部份的人的問題 都是高血壓 很少人就會去處理 需要處理低血壓 其實血壓 說真的來說 不只是這個數字 你不會看這個數字 因為100超過50 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小朋友 或者小孩子 這是一個正常的血壓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需要知道 到底那位聽眾 他的自己的年齡 他的體質 就是很多方面 最重要就是 他到底有沒有症狀 即是有沒有不適的症狀 導致他要處理 他要處理 不是處理的 100超過50 這個數字 他要處理 是不是因為 他有低血壓 而導致 有些不適的症狀 例如一般低血壓 他人比較上 他人比較容易累些 即是他比較虛弱些 那很多時候 就容易暈 尤其是 坐下了 突然之間起床 或者躺下 突然之間起床 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那你就要處理 是吧 當然 可能因為血壓 低而導致這個症狀 但也可能有其他症狀 好了 簡單來說 什麼能夠增加你的血壓 其實任何的工具 能夠令你的整體健康起來 其實都是可以增加你的 正常化你的血壓 運動很明顯 大家知道 運動之後 人的血壓會提升 還有一些很簡單的食物 例如金草 有些人喜歡吃金草的糖 很流行 一條很長 好像一條繩 其實是黑黑黑 紅紅黑黑 這是一個糖果 那發現呢 金草是長時服用 是可以令你的血壓增加的 那當香港也有金草茶 有時候你會賣得到的 一片片 你會沖茶喝 那金草是會推動你的腎上腺 會將你的腎上腺素 加強它 那腎上腺 也控制你的血壓 所以某程度上 甘草茶 運動 一般正常的 任何的途徑 去增強你的健康 都會將你的血壓 是正常化的 那什麼叫正常的血壓 一般來說 在性二人來說 120 即是收縮壓 120 舒張壓 80 就為之正常 但當然有一個 range 我們說 加減10 即是130到110 那個收縮壓 而那個舒張壓 是90到70 都屬於正常的 那我們一向 就都認為 120 over 80 是最最最最最理想的 但近幾年 有些新的數據 發現 血壓 是比我們120 over 80 再低一點 可能是更加好的 即是那些人更加長瘦一點 那 所以你的血壓 是屬於偏低 但不會因為偏低 是要強硬去弄高它 只要你覺得你個人舒舒服服 精神飽滿 吃得睡得玩得 其實100 over 50 未必是一個有問題的血壓 所以我們要了解 到底是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醫療就不是這個數據 是這個人的整體 只能夠簡單一點 和大家分析一下 低血壓這個問題 大部分人都不會有低血壓 我們醫病大部分都是高血壓的人 多過低血壓很多 所以是整體健康的問題 不是這個數字的問題 沒錯 所以珍小姐 如果你還有問題想知道更多 你不妨寫得更具體 例如你的年齡 體質 有什麼不舒服 症狀 我們可以再追蹤 今集我們有個醫療快訊 早前我們6月份有個展報 關於骨質疏鬆 這個報紙說 現在原來很多女性 超過一半的女性 更年期那段時間 都會患骨質疏鬆 他們會看醫生 醫生的處方 會給他們一種藥 這個叫做雙鱗酸鹽 有一位西醫說 他的臨床發現 原來人們吃了這個藥之後 不但骨質疏鬆沒有改善 骨質疏鬆硬了 但一樣無端端會骨折 即是沒有意外 不會跌倒的 但無端端就會骨折 這個情況也挺嚴重 所以他就說 建議這些藥 只可以最多吃五年 他又告訴大家 現在有新的西藥 可以幫到手 原醫生 你怎樣看骨質疏鬆問題 也很普遍 很多女性都有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他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最多都是看醫生吃西藥 我們自然療法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呢 請教員 都很多年前 我講到五年前 五年十年前 我在我的資料庫上 就看到一份報告 就說骨質鬆疏的人 是吃很多鈣片 其實吃了之後 他的骨折率 是沒有因此而減了 可能還因此而增加了 你知道老人家 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 不小心跌一跌 因為失了平衡跌一跌 令到搬關著褲子 就斷了 然後進入醫院 很多時候在醫院處理期間 他就過身 出現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這是一個致命的問題 雖然斷了褲子 關關著 本身不會致命 但很多時候 進入醫院後 很多血存失 很多其他後遺症 導致傷者因此而死亡 於是我們在醫學界 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發現鈣不夠 你照很多方法 或者用X光來檢查骨質 都主要是看鈣 你發現骨質鬆疏 鈣不夠 於是便吃鈣 但結果 很多年之後 發現吃很多鈣補充劑的人 斷關節的比例是沒有減到的 原因是怎樣呢 很多年前已經有討論過 其實我們的身體骨裏 不只是鈣 我們身體骨裏有很多蛋白質 即是膠原的物質 不只是礦物鹽 亦需要很多蛋白質 才鞏固這些鈣的礦物鹽 所以單方面只是來補充鈣 而沒有補充蛋白質 膠原蛋白質 其實反而令到你關注更加脆 因為鈣是脆 鈣是一種硬骨頭 所以很多時候發現 只是這樣的補充不全面 導致骨頭更加脆 所以更加容易斷 所以真正的補充是要多方面的 不只是用藥就完成 以前的藥 我想是一種雙輪化的鹽 應該是鈣那種鹽 現在那種新藥是什麼呢 是一種Cesium 你看它的藥名好像有提及的 有一種Cesium 這種物質 是的 它叫做雷奈酸C 即是Cesium 它認為這個可能的礦物鹽更加鞏固 其實又是未講清楚整個真正的處理 其實你是要加上骨膠原的 但是它都說了 譬如正確的做法就要預防 年輕的時候預防 譬如是做適量的戶外運動 盡量吸收陽光 是以幫助身體自己製造維他命D 尤其是維他命D3 那麼我們知道陽光不單止 不是導致我們癌的主要原因 維他命D3 是我們身體呢 在陽光製造出來的維他命D3 是幫助我們防癌的 還有呢 做多些暴行負寵的活動 來強化骨質 身體很簡單 那麼它就會 需要壓力 壓力之下呢 我們身體才會製造多些 硬的物質去支撐壓力 就像你的皮 如果經常磨磨磨磨磨 有枕 是不是會厚 其實你的身體骨質也是這樣的 骨落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經常有些壓力 有負擔的重量呢 那它就要強化自己 那意思是骨頭就會變得更加堅強 給一些適量的壓力 所以食物方面呢 它都說含有豐富鈣質的奶類 其實呢 也都是不足夠的 我們需要呢 是吃多些 所謂我們中國人其實都有的 是 孕婦吃什麼呢 吃豬腳煲薑 是吧 那因為豬腳裡面呢 豬腳的骨膜 骨膜膜 是有很多膠原的 雞腳 雞腳呢 也是的 所以呢 真正正正呢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的食物呢 可以做多些補充啊 就是把這些骨頭啊 碎啊 可能有些地方那些人 就是去街市 可能很便宜地賣給你的 那你收集很多這類的物質呢 你可能切 就是如果剝得碎它 剝碎它呢 就來到煲湯了 是不是 煲一大壺湯 即是在雪櫃裡面 那麼有空呢 就煮了很多這類的物質呢 煲一大壺湯 那當然呢 有些人呢 傾向於素食的 那我相信大家聽周志祥的節目呢 周志祥已經講過很多很多這方面的 那天拿德 或者可能也在這方面 是素食者下 要補充那些膠原呢 是有些什麼食物呢 是的 周志祥經常都推介大家 吃一件東西很好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這個珊瑚草 現在很多健康店都可以賣了 天然的珊瑚草 那它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 是的 這個也是很好的 如果是你素食 可以整天吃這個 補充那些膠原蛋白 好的 所以骨質鬆疏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 最重要是預防 是不是 所以它說 這個新藥都幫不了手 根本上 它只是補鈣 其實都是令到骨質 只會硬了 然後就是更加容易脆 脆了 脆了 是的 更加容易骨折 其實 所以呢 我們有自然療法 有更加安全的工具 讓大家可以去 飲食方面 沒錯 非常好 那想請教一下 袁醫生 其實有四科醫療的背景 很厲害 同類療法醫生 自然療法醫生 袁醫生是加拿大註冊的 自然療法醫生 是嗎 是的 我以前在加拿大行醫的時候 在安大利省 我們一直都有牌照 我自己的自然療法 也是加拿大 是加拿大安大利省 現在叫做 加拿大自然療法學院 以前叫做 安大利省自然療法學院 這個就是我的其中一個背景 好啊 還是香港的表列中醫 袁醫生也是脊骨神經科醫生 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都好像未曾提過 未曾講過脊骨神經科 都很有興趣了解一下 袁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是脊骨神經科 它是什麼醫療呢 在脊骨神經科 或者英文叫做 Chiropractic 其實它醫療的基礎 就說 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是很受制於我們肌肉 骨落和神經系統的平衡的 嗯 而我們的身體的神經線 是由我們的大腦 頭腦裡面的大腦 跟著就延展到那個脊椎 是不是 那個大腦的骨髓 脊椎下來 那麼我們有身體 有背部有很多的脊椎骨 那由脊椎骨之間 就是分佈出我們身體各方面的地方 那麼如果我們要健康呢 當然我們的神經 神經系統那個分佈 放出來的訊息呢 一定要唱 就是唱通無阻的 但是 始終我們是一個 就是兩隻的動物 我們站在那裡的 那麼也都有 一連串的脊椎 來平衡我們的身體 那麼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神經線呢 在我們的脊椎骨之間 伸延出來的時候呢 可能會受到一些壓力 而導致呢 是它的那個 出現呢 是一種刺激 而導致呢 它的訊息的傳遞 是出現故障的 那麼在 脊骨神經科呢 是一種的術語 我們叫做 subluxation 簡單來說 半缺隔 其實就不是說 脊椎缺隔 只不過呢 脊椎和脊椎之間呢 是出現了一些壓力 而導致呢 它那個 神經線呢 和血管的周圍呢 是有種 發炎啊 或者有了脹脹啊 沖血啊 這樣出現的問題 那麼 脊骨神經科這個醫學呢 是一位叫做 DD Palmer 就百多年前呢 一位 行醫的人 當時其實他又不是一個正式的醫生 他自己用 當時呢 他就是 是用一種磁力治療啊 但是他一直研究 我們的脊椎神經 和我們健康的關係的 那麼 這位 DD Palmer呢 在 他工作的診所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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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人 就是 那些打掃的 一個一位黑人呢 叫做 Harvey Lirian 是 那麼他這個人呢 就有一次呢 跟 DD Palmer說呢 他說呢 我就 在幾年前呢 在那裡 執殺 打掃 蹲下 彎腰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呢 覺得那個頸椎那裡 噓一聲 吹一聲 然後呢 我的聽覺呢 就慢慢呢 開始退化了 那麼 DD Palmer呢 就說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會不會是因為 脊椎的神經線 受到 障礙呢 而導致他的聽覺 開始失衝呢 那麼 那麼他就檢查他的脊椎呢 就果然發現呢 他的頸椎那裡 是有一個地方呢 是脊椎骨呢 是移了位的 那麼他這樣想 那麼可能是當時的動作下 那種姿勢不好的姿勢 令到他移了位 那麼我試一下 來將那個 脊椎骨伏位 是不是 於是他用手勢呢 用手勢呢 用手力呢 將他的脊椎骨 噓一聲推進去 哦 那麼推進去之後呢 這位 康奸那個打掃的工人呢 就開始覺得他 他的聽覺 開始慢慢慢慢 康復回來的 那麼 這個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脊椎骨神經科的誕生 嗯 的原因來的 那麼 D.D. Palmer呢 接著呢 就遇到另外一位 一位牧師朋友 這位牧師朋友呢 也有心臟病的 那麼他開始看看呢 會不會 都是同一個原因 供應心臟的神經線 在脊椎方面走出來的神經線呢 在途中受了障礙 或者有一種半缺隔的問題呢 而導致他的心臟出現問題呢 那麼他就開始檢查他的脊椎呢 發言說 是說在胸椎那裏呢 在上胸椎呢 發言呢 是有些地方呢 他脊椎好像是移了位的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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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麼他就用回他的手法呢 同一個手法呢 是將他移了位的地方呢 他推回進去 推回正他 即是調回正他 果然呢 沒多久呢 這位牧師的心臟病呢 就慢慢慢慢又開始康復了 那脊椎神經科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用手勢 用手法 將我們脊椎移位的地方呢 是復位 從而減輕神經系統的刺激的壓力 而讓身體發揮整體的健康 那這個就是脊骨神經科 即是一開始呢 就是很強調是做這一類的工作的 那當然呢 那早期的脊骨神經科醫生呢 處理的很多的所謂內科問題啊 譬如肚射啊 驚痛啊 烤喘啊 呼吸系統啊 其實很多方面這一類的問題的 那但是呢 到今時今日呢 脊骨神經科的醫療的著重範圍呢 是多數呢 會在痛症 譬如腰背痛 最多腰背痛 那就是經常呢 當時肚臓症 大腰背痛呢 或者關節出現問題啊 運動受創傷啊 或是工傷啊 導致這方面的問題 那現在呢 脊骨神經科的工作呢 大部分呢 都是集中在這一方面的 而在加拿大啊 美國啊 澳洲呢 也都有很多的研究科研呢 都證實呢 是脊骨神經科呢 都處理的所謂腰背痛呢 那個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尤其是急性的腰背痛 是的 如果病人去看脊骨神经科 那医生会跟病人做些什么呢 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这个再重新我再一点要说 香港有多少医生 香港有多少脊骨神经科医生 其实香港脊骨神经科学会是1967年成立的 到目前来说 香港的脊鱼 注册的脊鱼都有过一百 一百二十多一百三十多 在香港可以说 大概在1993年 香港政府已经立例 注册脊骨神经科医生 之前可能 因为香港没有认可地位 所以回来行医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比较少些 但自从1993年 香港政府正式承认和注册脊骨神经科医生 回来的人 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脊鱼回来香港 到1994年 我们香港的劳工补偿的法例 开始接受 因为工商劳选 而需要接受脊骨神经科治疗 也是政府都可以補充的 劳工的赔偿都会補充给他们 所以在今时今日 脊骨神经科医生 都大部分都在外国 比如美国 加拿大 我自己是加拿大 受训的 英国和澳洲 香港的百多位 注册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主要都是来自这几个国家 原来是这样 如果病人去看脊骨神经科 其实是有什么程序的呢 很明显 今时今日去看脊鱼的病人 多数都是因为腰背痛 颈椎痛 或者运动受伤 或者工作上受伤 脊鱼通常第一件事 就会检查脊椎 脊椎的 我们叫做alignment 有没有移位的问题 通常我们第一件事 一定要去检查脊椎 也有些会进行 神经系统 测试神经系统 有没有异常的反应 有些也会加上 做一些X光片 或者磁力共振 或者其他那些 化验的方法 是几图帮助了解 到底病人的问题在哪里 接着在治疗方面 最主要是用脊椎的条理 我们叫做chiropractic adjustment 这是最常用的手法 我有特别的床 方便我们脊骨神经科医生 进行这些 所谓脊椎腹位的手法 我也会处理关节 手脚、肩膀 当然 少不了 我们也会采用 一些基本的物理治疗 冻肤叶肤、超音波 电疗、微电流 其实有时也会加进去 香港很多脊鱼 都知道自己属于自然医疗的医生 都会用一些 营养补充剂 来帮助病人早日康復 明白 要成为一个脊鱼 其实要受过什么训练 今时今日脊鱼的训练 一般来说 都是需要至少六年的时间 基本是六年到七年的训练 在加拿大美国 现在很多脊鱼 都是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学士学位 拿了四年的大学的过程 再去深掃 再读多四年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 大部分脊鱼 都是要读大约八年的时间 起码中学之后 就要再读八年的训练 我同学里面 也有很多是 本身有博士学位 或者有碩士学位 在北美洲的脊鱼 很多都是有基本的 这些基本的背景 才再读四年的脊鱼 在澳洲和英国 基本是要六年的时间 有些人会问 脊鱼的训练和西医方面 其实有些不同的地方 大致上脊鱼和现在的 传统流行对抗性医疗的西医 其实所受的训练是很相似的 譬如 我现在用这个资料 是搜集了二十多间医学院 二十多间医学院的课程比较 是十一间脊骨神经学院的课程比较 例如在人体解剖学 西医的学院里面 又要读五百零八小时 脊骨神经科学院 是要读五百二十个小时 比较多一点 因为始终我们对脊椎的解剖 是比较深入一点 好了 心理学院是西医三百二十六小时 脊鱼是四百二十小时 也比较多一点 病理方面 西医四百零一小时 脊鱼二百零五小时 这方面病理学 西医比较多一点 新物化学 西医三百二十五小时 脊鱼是三百小时 微生物化学 西医一百一十四小时 脊鱼一百三十小时 反而这方面更多 诊断方面 西医三百二十四小时 脊鱼是四百二十小时 这东西反而是脊骨神经科医院里面的 学的诊断 竟然比西医更长 神经学方面 西医一百一十二小时 脊鱼是三百二十小时 因为脊鱼是很着重于神经系统 和我们的健康关系 所以它反而比较多 X光呢 西医一百四十八小时 脊鱼是二百一十七小时 在加拿大在美国 脊鱼是可以拥有自己的X光的设施 可以进行自己的X光的应用 在香港就不是 香港是一般的西医 它不会有自己的X光的设备 通常它会转介到一些实验室 但是在加拿大和美国 因为始终X光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断工具 所以在我们的训练里面 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脊鱼 都有自己拥有 有权自己拥有X光的设施 精神方面 西医一百四十四小时 脊鱼六十五小时 比较少 苦产科西医这方面明显多很多 例如折身方面 苦产科西医一百九十八小时 脊鱼六十五小时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折身这方面 但我们也会学 我们会看一下电影片段 了解整个过程会怎样 因为很多脊鱼 是专业看孩子的 他认为在小孩子出生过程 经过很狹窄的阴道 他的颈椎是受到很大的扭曲压力 很多脊鱼 是专专在这方面的 一早看孩子 检查孩子的颈椎 有没有出现过问题 好了 骨科 一般的普通的西医 不是专科的 就是一百五十六小时 脊鱼是二百二十五小时 也是比较多些 总结来说 一般西医的基本课程 是二千七百五十六小时 脊鱼基本学术的 他训练是二千八百八十七小时 加上临床 西医是四千二百四十八小时 四年里面的训练 骨神经科学院是四千四百八十五小时 你可以看到 在医学的训练里面 很专专 脊鱼所用的时间 是更长一般的西医 非常专业的训练 当然了 很多西医 不在义之后 他们会再去尊 所以在其他方面 可能他接受的训练 也会多过脊鱼的 但一般的基本课程里面 美国的脊鱼的受训时间 比美国的西医 好啊 又了解多一点 或者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了解 香港脊鱼的情况是如何 稍后回来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3个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早期脊鱼通常处理很多内科问题 今时今日脊鱼通常会处理什么病呢? 尤医生 现在大部分在脊鱼处理的问题 通常是腰背痛 有时急性腰背痛 慢性腰背痛 骨齿 躁脊神经痛 或者运动创伤 有些年轻的小朋友骨质的侧弯 我叫Scoliosis 脊椎的侧弯症 网球手 或者膝头疙瘩 竹疙瘩 有时交通意外引发的马边式创伤 我叫Week Lash Injury 手腕管道综合症 肩周炎 手脚的无缘故 手脚的麻痹 还有头痛 原来很多头痛是跟我们颈椎的很大关系 在我的医疗里面 始终我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我都会视乎病人的需要 而用不同的方法 我记得我最近有一次 有个病人来 他说出一个问题 他说 他很多时候 会弄 那条颗很紧的 紧紧紧到后来 他会吐 很奇怪 我说这个情况不是那么多 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吐 他说是 我从小到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看看 我从小到大都会用同类疗法的方法去处理 果然 他那种吐 就很快 原来没有了 可能几个两三个礼拜 他就已经耗了 没有什么吐 但是 他的颈椎 经常都觉得很不舒服 很紧 我后来就开始检查他的颈椎 那果然原来他的颈椎真的有问题 很紧的 我叫Sublexation 半血架的现象 那我就开始用脊骨神经的手法 帮他处理到他 那就是这个你看到 就是我初初想着用同类疗法 可以全面处理得到 那结果我发现 就不是的 每一种医疗的工具 有他的特长之处 那结果呢 我就用脊椎的方法 加上基本物理治疗 我有个太空小灵症 那可以做 那他颈椎 一路一路一路舒服 那在他的经验来说 真是脊椎不舒服 是令到他 他个人周身不舒服 和会吐起来 那 你看到 那医疗的工具 其实当然越来越多越好 对不对 那是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遇到的那些病人呢 多数都是一些 长期的病患 或者疑难习症的 那所以我们是需要 是混合不同的工具 在不同的角度 是帮助病人 嗯 很好啊 我们真的有了解 多一样的 很好的医疗工具 就是脊骨神经科 那么 那最近呢 天气开始凍 是不是 入冬 那么很多人呢 开始流鼻水 啊打痴 那样 就是出现这些 季节性的问题 症状那样 那么 那我们今次的同类疗法齐齐学 我们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呼吸系统敏感的问题 哦 是不是呀 那有些花粉热的问题 是的 那你知道香港人呢 就是整天都说 他自己哎呀 我整天都伤疯的 我小朋友整天都伤疯的 是 那说呢 其实呢 通常呢 出现了之后呢 你身体会有免疫的 就是你不可能 每个月都伤疯的 是 那我一听呢 我知道呢 他们多数是鼻敏感的 香港人呢 其实鼻敏感是很普遍很严重的 是 那当然呢 鼻敏感和花粉热呢 其实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起源有少少不同的 那最近天一变冷了 那可能又变干了 那可能香港的尘埃又比较活弱一点 是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那个鼻敏感的症状呢 又又又又又加剧翻 那样 那在外国呢 就有了花草树多呢 那或者香港都会有的 譬如你周围的环境 很多很多 很多树木啊 很多花草 那就是有这些所谓 所谓 所谓的 那些花粉热 那但其实表面症状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不是很理会 到底是花粉热呢 或是 那个 一般性的 鼻敏感呢 那 其实我们的处理手法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因为呢 那个什么的名字 我们就不是 那个病名 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的 好了 那一般的症状 如果大家都相信 都很熟悉的了 就是流鼻水 清鼻梯 打刺 眼痕 鼻痕 口痕 这些是经常的症状 是 那有时候可能头痛 可能比较敏症一些 那 会 会 和那个 和那个花粉热 都会有关系的 那 很多人睡得很不舒服 被塞塞 也睡不到 那 晚上不够睡 那当然日后一定是很大问题的 那所以呢 就是这些一般的 的 表面症状来的 那在我们的 就是 在那个 处理过程 大家都听过了 望闻闻切 是吧 那中医就很强调的 其实所有医疗 都是会望闻闻切的 那 那当时呢 我们会看一下 就是望了 望着她的情况 就是看她的 有没有 有没有流眼水 流得眼水来 那眼睛红不红 是吧 那如果她有很多鼻水 那流得鼻水来呢 她的鼻膏周围啊 嘴唇 有没有瘤到红了 那就是你知道呢 她流的那些呢 是清的鼻水呢 还是稠的 或者是瘤的呢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 在同外疗法呢 在那个 那个变症 是很重要的治疗来的 那有时候 流出来的东西呢 是不是黄啊 鹿啊 之类之类的 那听吧 那多次听病人的 聚述的过程 那是吧 那譬如有些人的话呢 我鼻歌呢 好像水喉 那快流出来的 那这种症型呢 那是什么呢 是洋葱营 洋葱营的症型呢 那些 她的症型是很特别的地方呢 它就像水喉那样流出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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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些病人说呢 哎呀 我很痕的 知道吗 我上我又痕 鼻歌又痕呢 那痕是其中她一个很突出的症状呢 那我们呢 是会考虑什么疗剂呢 有一种呢 叫做那个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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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苇这个疗剂 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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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呢 都这个症型呢 都是有很多痕症的症状 那芦苇是什么呢 是一种白毛黄花 黄花草 Poisoned Wheat 芦苇 那她经常觉得呢 上我呢很痕的 经常想用一条舌头去顶一下 顶一下它 这样的 那所以呢 你见到呢 如果痕是一个主要的症状呢 你要考虑 考虑 Waiifia 和Arundo 这两个疗剂 那好了 如果你发现 那只眼流眼水流得很辛苦的 那只眼流眼水流的症状呢 那你就会考虑 Euph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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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士比亚都有提及的 Rule and Euphrasia for the eye Euphrasia Euphrasia 亦都叫做Eye bright 中文呢 我们翻译就叫做千里光 或者小米草 或者用千里光容易记得啦 中文千里光 就是和眼有关啦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Euphrasia的症状 就是眼的症状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有些人说 你听过 我常常都很喜欢三飞机 三抛诊 那这样 那这种情况呢 就考虑是炎了 炎型 Nature mirror 有这样的症状 那所以呢 就是要听啦 看啦 看啦 问啦 那你问一下他 就是有没有痕啦 有没有痕这个症状 有没有打一次 打得厉不厉害 还有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啦 什么时间啦 那流鼻涕 那他可能未必在你面前 流得很厉害的 是 可能在家里也会流得很厉害的 那你问他呢 到底你流的情况 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室外多呢 还是室内多呢 会不会温度呢 也会导致你的症状呢 那所以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要了解 几方面呢 是从而呢 是帮他呢 是选择出 一个很独特的症状的 那如果有人跟他说 我最辛苦是什么地方 我最辛苦是打一次 我第一次打个不停的 那你会立刻想到什么呢 想到Separdella Separ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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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做Sapardella Separ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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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种子来的 那 所以翻译呢 就是Sapardella Sapardella 或者是 Separdella Separdella 那他主要症状 是打一次打到很厉害的 那通常呢 我们遇到这些这样的鼻敏感 或者是花粉热 那我们会给一些疗剂 那视乎那个混能 譬如我用三十施的 我通常要求他每四个小时吃 就是吃三四次 直至到改善为止 那如果吃几剂都不行 吃三剂都不行 都没有什么改善 那通常呢 那些疗剂都未必对的了 要开始转弱的 就是选择另外一种 那因为我们要求呢 在一个症状很慢烈之下 很激烈的症状之下 我们要求呢 如果疗剂对呢 那个改善是即刻改善的 是即刻要改善的 即时的 即时的 我最近呢 我前几天呢 我就弄牙了 那就炆了一只牙之后呢 就又要 又要 就是刮清那些骨 就是很多东西搞的 那又缓缓晒了 那麻醉又 就是 那这一只牙呢 就是 就是做了手术的了 那我回来诊所 又去看病人 那在当时呢 觉得那只牙呢 好像有一种 不自在的 麻麻木木种种胀有那种感觉 在这些情况之后 最有效的尿剂就是三金草 Anica 我知乎拿了Anica 喝一口 在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 那种感觉已经全部没了 有时你会怀疑 你应该是接受麻醉药的 麻醉药气都没有过 为什么可以用同类尿法 一种没有物质的疗剂 竟然可以说一分钟几分钟之内 将整个症状全部改善 就是不可思议的 基本上三金草 你去外面去剥牙 凡是有很多就做了软组织的手术 葛等等 那你就要考虑三金草Anica 这个很重要的疗剂 当时我说的是一分钟之内 那种症状就立即改善 整个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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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快 如果你是吃那些 所谓你买到的疗剂是低分能 比如6C 6X 30X 你可以用密一点 每两个小时 每四个小时 总之 你要有效的 你要减剂之后 你吃密一点 你会即时的症状会立即舒缓 如果你吃的疗剂是高分能 比如200C 200X 1M 通常吃一次就够了 就不要拼命吃 其实有时候 疗剂的影响力很大 那也要小心用 有些高分能的疗剂 不应该不断重复 把症状弄到暖了 然后很难收拾 好了 这是我们在同样的疗剂处理 有些人说 我没有同样的疗剂药 有什么可以做呢 当然 如果你发现 是空气一个问题 那你便买一些好的 空气的清新肌 我们健康电 也有一个有臭氧的 那要帮你清空气那些 化学那些气味 用臭氧了 是帮清得很好的 那可以自己更多一些 擦多一些 擦多一些塵 那有一些维他命 维他命C 爆黑雲苗 那也都有人喝一点草 那个nettol 那些因素 一种草茶包 那也都会帮助的 那也都有时候可以食一些 Posada 香港亦有机会, 应该有一个Alka-Seltzer Alka-Seltzer Gold是很有效的 所以这是一个药房买到的西成药 其实是一种美奶片这类的 Alka-Seltzer Gold Tablet 如果没有, 梳打粉 也可以舒缓一般敏感的症状 梳打粉怎样吃? 很简单, 一茶匙 只有一杯水, 用它喝就可以 加维生命C 有些人用梳打粉, 加点柠檬汁 加点黑椒糖, 黑椒蜜糖, 蜜糖 喝的口感就像喝一杯水 遇到突白性的敏感 或者可能微精导致的敏感 头痛痛, 都可以考虑用梳打粉 是很简单的工具 好了, 姐姐 再和大家重复一下 有疗剂里面有好几只 如果你发现, 流鼻水流得很厉害 鼻水有点疼, 很容易看到 你会发现, 鼻孔附近 上唇是红红的, 是吧? 当然, 也有可能性是搓的 但是, 如果你的鼻水不疼 就算你怎样搓也好 可能也不会那么容易控的 好了, 那个洋葱的症状 你等于这样, 你自己摸一下洋葱料 你就会知道 摸洋葱的时候, 你是怎样? 鼻水和眼水一起流出来的 但是, 那个洋葱的疗剂 就是, 那个洋葱的症状 就是, 那个洋葱的症状 就是, 那个洋葱的症状 OK? 同时, 通常, 它在一个室内 就是一个暖的房间会差一点 冰的环境会好一点 冰的环境会好一点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 有些人的所谓鼻敏感 它会因为那个室温的差别 它可能, 早上一旦起床 有暖的被子出来 就打开被子, 突然间冻一冻 这种情况之后, 因为温度的差别 或者, 在暖的房间, 走出客厅 又是冬天, 又是香港的冬天 就是, 那些屋不是全面 而是温调的 那你可能呢, 就要考虑这个洋葱 总之, 大家有机会摸过洋葱 都知道, 我们讲解的症状是什么 即是, 同类双子 洋葱能够制造的症状 洋葱也可以依然你的症状 那症状不需要地摸洋葱 如果症状因为花粉热 或者天气的变幻 导致鼻敏感 还有, 有时的情况, 你要看到 这些人很可能有一个特别的食物气号 他很喜欢吃洋葱 如果你发现, 他特别喜欢吃洋葱 更加显示这个疗剂的适用之处 好了, 那症状呢 我告诉你, 有时会觉得症状很症 尤其是上恶很症 鼻孔里面很症 你会觉得症状很症 整天会症状很症 然后有一条尼玛在那里刮刮刮 这个是哪一种? 就是Arundo Arundo就是芦苇 芦苇的疗剂 这是特别之处 有时可能不单是上恶症 可能耳朵也症 耳朵也症 症到在里面 有时会觉得症状很症状 更加可以考虑 是芦苇 芦苇 Arundo 好了, 但有时会发现 眼睛都很红 不是眼泪水 不是不症状的 他症状到眼睛都很红 甚至有分秘密出现 这个情况之后 我用了眼睛 是千里光的 Eub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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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沙士比亚 是他的名剧 也有时提及的 这种疗剂 好了 那 同样 那个眼睛 这个千里光 或者小米草 这个疗剂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当时觉得自己的头 好像脏大了 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那他的眼睛除了有眼疾 不舒服 有时是有炮光的 是 有炮光的 亦都打刺打得很厉害 有持压的头痛 就是你自动 眼部的不适 可能影响持压的头痛 好了 严认 我再重复再讲一讲 严认的人 通常他很容易 平时有山抛衬的唇瘡 所谓唇瘡 通常他都看到的症状 他很多时候 嘴唇比较干 还有有裂的 尤其是下唇的中间 有时会出现一个裂痕 这样的 而他那些流出来 因为水汪汪 因为蛋白很稀 很稀的分泌物 如果最近他可能有情绪上有些不开心的创伤 更加是对的 如果他因为最近失戀了 不开心 又有情绪低落 又有这种这样的抛衬 或者唇瘡 这种出现 加上这个花粉热的流鼻水的症状 更加可以考虑 这个是炎症的 炎症通常 有时会头痛 有时会失了臭角 失了味角 眼睛流到眼睛都肿了 即是跟水汪汪有关 即是跟水有关 你会发现有点水肿 亦都可以看到 有时候被干的时候 有时会失下 有时会留下 是交替式的 那时间方面 他有个特别的时间比较差 就是早上10点钟的时间 或者是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 就会比较特别差一点 但是他去到室外 他会好一点 在室外 有时你会看到他 出了街之后 挺好 没什么事 炎症的人 很多时候中吃咸东 中吃面包 吃咸东 吃柠檬 炎症的人 不喜欢吃滑散散的食物 例如吃生蚝 滑散散的 他不喜欢吃 鱼山 他觉得滑散散的 他不会喜欢吃 好了 再给多几个 另外有几个 如果大家认识这几个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 大家鼻敏感这个问题 都应该处理得到 你知道吧 鼻敏感是香港人的通病 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很麻烦 如果大家能够掌握 和疗法 我刚才聚述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 马前子 马前子 很常用的 文明人的经常用 马前子的症型是如何 这样呢 他就会日间 那时候呢 就会流得更厉害 日夜晚的会干些 不过会比较失 以及室外 会流得更厉害 即如炎型的情况 我告诉你 室外 在新鲜空气之间 炎型的症状 反而会好些 好舒服些 但马前子 不是的 他呢 日头是差点 以及室外是差点的 以及呢 马前子也是打得很厉害 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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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前子的人呢 是一个文明人的 压力之下的 生活的人 所以很敏忍的 A型 很没耐性的 经常只顾着工作 工作的 什么都要最擅长的 即是他竞争力很强 所以叫做典型的A型的人 很容易激怒 这样的 小小事情呢 就发生了 那马前子的人呢 很多时候呢 会索一下鼻 是吧 他发现鼻胱 鼻孔里面 好像有些 好像在扒的感觉 有些物质扒的感觉 但是呢 那个马前子的人呢 他不会说 他不会说 就失了 失了鼻的臭角 他反而呢 他的臭角呢 是特别特别灵敏的 嗯 和艳型的人不同 艳型的人呢 他通常是 敏感的鼻敏感 他会觉得呢 他经常闻到东西 就是吃东西 没有味道的 但是呢 马前子就不是的 他的臭角呢 是反而特别灵敏的 但是呢 他经常觉得自己的鼻胱 是塞塞 塞得很厉害 那可能呢 就是流 就是鼻水 就流在一边的 一边就塞得很厉害的 那 就先所说呢 那 那 那 他 那 那 马前子的症状呢 他就是 去了外面呢 是会差一点 冷的空气 冷气呢 是特别不好的 那所以呢 那些人呢 是比较怕冷的 是喜欢在室内的 那 那 那 马前子的人呢 喜欢喝咖啡啊 喝酒啊 喝那些辣的东西啊 来到刺激自己的 这个就很典型的 就是文明人的 在压力之下的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很多时候属于马前子的 是 那 那接着我曾经再重复再说 就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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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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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西北达尼有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假设的疑病的情况会比较多些 它也会比较痕,发现流出来的分泌比较辣 它就在室外,就像马前子一样,室外的空气就会比较差些 但最重要的是,辩证的最主要地方是它打刺的方面是特别厉害的 接着另一种是硫磺,硫磺是一个很大的疗剂 硫磺的分泌通常是水汪汪和有少少轻的,有少少消烈的感觉 硫磺的鼻孔在室内会比较厉害,在室外会比较流畅 有时候有一种典型的流磺型的流磺型是骯髒的,骯髒的那些人 很多时候会流磺的,而且很自大,可以叫Opinionator 就是有自己的主见,这些类型的人 当然打刺也会密,也会交替地被塞 但最主要的流磺是火山,很热的 所以流磺型的人本身已经够热,你千万不要热它 所以在热的地方,在床里面,盖住床,会觉得太热 流磺人睡觉,通常就要踢开一张皮 尤其是脚要伸出来 你发现小朋友观察他们,睡觉 一定要踢一张脚,一定伸出脚,或者从来不喜欢穿拖鞋 因为脚也觉得脚太热 当然,排热的人喜欢新鲜的空气 流磺型的人喜欢吃甜的东西,喜欢喝酒 喜欢吃很多新辣的东西 还有一个跟恨有关,就是Waiifia Waiifia 这个疗剂叫做白毛黄花草 Poison wheat 白毛黄花草 它重心的阵形都是恨 有些喉咙痕,上额痕,鼻歌痕 痕到鼻后面,即是招不住 他经常想用一条舌头刮上额 也觉得喉咙肿胀,又干又轻 Waiifia 当然,下一次打得很厉害 也会觉得鼻歌里面有些东西 这些当然是不妥的东西 因为喉咙又干 他经常想吞口水 尿尿口肝 我刚才介绍了 大概是几种 Alium sepa 洋葱 Arundo Lit wheat 芦苇 Uphrasia 千里光 Nature mill 鹽 Nux warmaker 马前子 Separdella Separdella 硫黄 Waiifia 总共有八种疗剂 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够掌握到这八种疗剂的特点 相信百分之九十的所谓鼻敏感 有些困扰得很厉害的症状 很常的症状 其实大家都可以处理得到 是吧 当然,如果你真的还有困难的时候 鼻敏感是可大可小 很不舒服 应该处理它 是 在西医里面 吃那些抗敏药 吃到人温温等等 是 其实绝对不需要 同类疗化 医治鼻敏感 基本上是很少失败例子的 OK 如果大家试下 企图自己试下 尿剂方面 我都和大家 将来希望 长远来说 大家了解之后 自己买一套尿剂在家 是不是 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一直和大家分享 如何处理不同的问题 最重要是自己手上有疗剂 要不然你只有听字都没有用 是 疗剂在我们健康店 你可以买得到 香港也可以买得到 买一套 自己在家 就是看不厚 是吧 非常好 有适当的时间用 是很惊人的疗效 刚才我所说 我弄了牙齿之后 其实做了很多手术 在一分钟几分钟 就直接舒缓了 除了主理用生金草之外 我也是会用金盏花 金盏花令到伤口复合得很好 是 即是不会有疗 还有如果你有发现 不需要吃抗生素 可以试什么呢 可以试那个 可以试那个 那个胶性银 我用胶性银 拿棉花印在那里 好多一些炎症 很快就没有了 那自然疗化工具 其实很多 是大部分 效果是很惊人 可以很快 即是不要经常有种错觉 以为自然疗化会慢一点 其实绝对不是的 如果你懂得去应用的时候 自然疗化又快 又有效 又安全 又便宜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 多些掌握 多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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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然疗化 这个效果真是非常之好 如果你有鼻敏感 或者花粉穴 了解一下自己是属于哪种阵型 不妨自己试试用尿剂 可以来六冲二健康店去买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好多谢余医生的分享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这一节时间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见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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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com.h